失去笑容的公主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名叫露娜的公主 她有一双美丽的棕色大眼睛 她的头发又长又亮 像夜空一样 她还有一张最漂亮的脸 但是关于这个美丽公主的故事 有一个转折 露娜的内心 从来没有任何的幸福感 露娜从来不笑 当她还是个孩子时 墨镜里的邪恶力量 诅咒了露娜公主 一天 年轻的公主正在玩一个 和她长得很像的 面带笑容的娃娃 露娜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自言自语 我最喜欢你这样的小女孩 女巫把年轻的公主 吓得魂飞破灭 你是谁 你想要干什么 我想要你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我的玩具 别傻了 我想要房间里最神要的东西 我的珠宝 我不明白 走开 你这个女巫 你好大的胆子 你不仅是个笨蛋 而且也不懂尊重 露娜粗鲁地对虚荣的威利安说话 做好战斗或者逃跑的准备 我要奪走你最爱的东西 你的笑容 我诅咒你的生活 充满悲伤 什么 不 一个漂亮的悲伤的公主 哈哈哈哈 你会为你的交付出代价的 不 在诅咒了小露娜之后 虚荣的威利安随着一道闪光消失在镜子里 从那天起 露娜公主从来没有笑过 也没有高兴过 她做不到 即使她想做 她也做不到 她被诅咒了 我拥有我所能想象到的所有财富和黄金 但我真正渴望的是我的小女儿脸上露出微笑 这就够了 我必须做点什么 国王在午夜召集了她所有的大臣 征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意见 听着 国王陛下刚刚宣布 能让露娜公主微笑的人 将得到一贯金子的奖励 这是令人兴奋的一天 充满了希望 真是平淡又无聊 下一个 虽然热闹非凡 但公主连个假笑都没有 我感到心烦意乱 这些勇敢的动作非常精彩 然而还是无法打动我的小女儿 这个王子光彩夺目 但露娜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这是罕尽的美味 水果的芬芳弥漫了整个王国 是每个人都垂涨三尺 露娜公主凝视着水果 眼神空洞 大家都不清楚 她是不是没胃口 来自四面八方的许多人和动物都想碰碰运气 但是她们都没有成功 公主是无法被逗笑的 这种强颜欢笑的企图只会让露娜公主更伤心 爸爸我累了 我现在要去睡觉了 晚安 露娜变得冷漠起来 与国王保持距离 她把自己孤立起来 是为了不让父亲看到她的悲伤 她整日独自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露娜不再爱自己 也失去了食欲 那些美味的食物 不能引起她的兴趣 公主完全不再看镜子里的自己 这会是她想起被诅咒的那一天 公主独自在阳台上站了好几天 诅咒像乌云一样 笼罩着整个王国 在远离城堡的乡下 生活着一个年轻人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 她都会保持微笑 欧文 你一直在努力地工作 给你 随便拿些金币作为奖励吧 谢谢你先生 我需要喝点水 也许这是命中注定的 至少我渴了还能喝到水 明天我要更加努力工作 欧文 我的孩子 你今天超越了自己 善良的先生 您真是太慷慨了 我要出去一下先生 去井里打水 真倒霉 也许生活正试图告诉我一些事情 我必须保持快乐 更加努力工作 对我拥有的一切保持感激 接下来的几个月相当难熬 一场饥荒 席卷了整个乡村 农场里的动物变得瘦弱 庄家也死了 但欧文比以前更加努力工作 农场结出了生机勃勃 郁郁葱葱的果实 动物们看起来既健康又快乐 亲爱的欧文 你的辛勤工作有了成果 去休假吧 想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钱 这是你应得的 谢谢你老板 我这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 这个农场是我的家 这些动物是我的朋友 辛苦工作一天后 水尝起来更甜了 我感到快乐和充满希望 很好 很好 欧文坚持不懈 即使在生活并不如意的时候 依然微笑着努力工作 他一直用井里的水来维持着农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 沉入井里的东西浮到了他身边 这个可爱的男孩 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假期 天哪 天哪 我从没见过这么高的树 还有美丽的天空 亲爱的小伙子 我想吃点奶酪 但我缺钱 你能给我一枚金币吗 欧文毫不犹豫地递给小老鼠一枚金币 给你 可爱的老鼠 谢谢你善良的小伙子 再见了 欧文有一种罕见的品质 他总是微笑着 对每一个与他见面的陌生人都表示称赞 嘿 伙计 你为什么哭 我这周过得很辛苦 先生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我需要一些金子 你不会刚好戴在身上吧 哦 小虫子 今天是你的幸运日啊 给你 我有足够的余钱 你真慷慨 英俊的王子 我会记住您的好意 没关系 假虫 也许你比我更需要他 另外我不是王子 抽气的假虫停止了哭泣 脸上慢慢露出了微笑 我已经休息够了 我要继续赶路了 欧文正在穿越一片未知的土地 他现在只剩下一枚金币了 但他那颗宽广的心和善良的灵魂非常满足 哦 年轻人 我要带孩子去上游泳学校 我需要一些金子 你能借给我一些吗 等等 是鱼 你从哪学来这么说话的 你们也有游泳学校 太酷了 谢谢你 我保证在你需要的时候会报答你 再次感谢 再见了 天哪 你可真会说话 不管怎样 这个男孩把他第三枚 也是最后一枚金币给了鲸鱼 现在他一无所有了 除了灿烂的笑容什么也没有 热闹的晨晨让这个淳朴的农村男孩感到迷惑 他迷失了方向开始绕着圈子走 太阳照耀着整个王国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 抬头望着炽热的太阳 欧文碰巧遇到了皇家卫队 露娜公主在他的象牙塔里凝视着窗外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 欧文的皱眉消失了 他把目光投向了露娜公主 他所有的烦恼都显得微不足道 欧文忘了他又累又渴 他像做梦一般失去了平衡 两腔者掉进了一个泥泞的水池里 脸朝下 他暂时失去了知觉 看到欧文遇到了麻烦 老鼠 枪狼和鲸鱼都过来帮助他 这 这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看到这奇异的一幕 露娜公主的脸上露出了最美丽的笑容 她开始大声笑起来 我这辈子从没见过 这么有趣的事 那是我女儿吗 顶起来像她甜美的声音 公主项链的笑声 打破了黑暗的诅咒 镜子碎成碎片了 爱是一种很有趣的力量 它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消除黑暗诅咒 此时露娜的世界充满了色彩 光明和欢笑 国王很高兴 父亲 我想邀请这个人到宫殿里来 他能逗我笑 逗我笑 你们还在等什么 马上把那个善良的年轻人带到宫里来 年轻人 你让我女儿笑了 你可以拥有这个王国所有的金子 你也可以牵着我的手共赌一声 如果你愿意的话 接下来的几天 露娜公主和欧文之间充满了欢笑 露娜公主开始打扮自己 她胃口打开 她又学会了如何微笑 亲爱的陈敏 国王邀请你们参加她的女儿 你们的公主露娜的盛大婚礼 露娜你看起来很漂亮 你真漂亮 从那天起 露娜公主和欧文承诺会永远微笑着面对彼此 无论何时何地 祝你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